咱们兄弟之间 这空间留得多组 从来没有一个兄弟 想要彻底占有另一个兄弟 你说你出去喝顿酒 我就怀疑 你在外边有别的兄弟了 我觉得他们都变成熟了 都长大了 演技也越发地稳健 孟林跟于飞 他们俩的戏 拍得很快的 很顺 还是那么默契 还是老配方 还是老队道 从一到现在 一直有两个人 无话不说 无话不谈 很多东西 有可能都不是在剧本里 突然来了一下 三场二斤四四 跟你之前那些前女友 那桥段 那情节多经典 小智敦吧 那你飞 这事改了好 你怎么憋着呢 你怎么出事 你看我跟您讲 说三句子 不太体面啊 你得吸取我们的教识 很多排池 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 经营那些优势 骰子王 能喝 幽默 这些点他都是奔着离婚去的 主创也好 还是演员也好 其实也都经历了 大概将近十年的一个成长期 他们个人 包括创作者 都有他们对于爱情心的理解 孟云他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要婚姻 于非对情感感爱感恨 有什么来什么接什么 不怕 我也很能理解孟云的感情的状态 就是处于一种成年人的疲惫 既向晚爱情 但是又害怕爱情 在这个状态下 需要一个人带领你跳出这块 2023年刚好是《前日系列》开拍的第十个年头 这个时间感觉就像去年刚开始一样 最高兴的就是几个好哥们 大家一起长大了 《前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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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互相在成长 互相在成就 追随前的观众 会把它当作一个人生前进的一个轨迹去看 其实它是一步比一步更递进的关系 我们会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好兄弟和好的创业同志